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请各位翻开大波涅槃经 倒数第168页 倒数第三堂 加色菩萨护博佛言 世尊如佛所言 则不等是一切众生同一指向 如柔喉喉 各位 这个我们前面有谈到 意思就是说 这个佛说 对 如果要得长寿的因 就应该那是众生 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 所以现在加色菩萨跟佛 还在拿论议 所以这是第三段的论议 那现在加色菩萨 他现在又在问佛 你就是说呢 对 你就是说佛啊 对不对 按照 对 按照你所言的 事上啊 对 佛并没有 对不对 将众生啊 平等的 如同对待那对佛子一样 各位佛 加色菩萨为什么这样讲 各位因为你往前面看 你往前面看那几行 前面那几行不是有讲到一个问题吗 讲到什么问题 啊 若善比丘见坏华者 自不赫者 欺钱几处 当之世人佛法宗愿 啊 各位这是非 若能欺钱 贺者几处 是我弟子 真生文也 这是是 就是有是什么 有灰 啊 各位那有是有灰 那就代表佛还不平等 加色的意思是这样 佛啊 葬礼还是不平等 啊 因为 因为你说呢 坏华者 破坏正法 或是不辞戒 啊 这样的人 对 如果不告诫他 啊 是 是佛法中的魔焰 那若能够去告诫他 若能够呢 对 去 去惩治他 这样 真是佛弟子 所以就是有是有灰 这样佛怎么会平等呢 啊 现在加色菩萨 就是啊 就是抓着前面 佛讲的那一段话 然后再继续追问 所以他接着就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世尊 若有一人以刀害火 父有一人 持沾谈香 屠佛 各位他现在举两个 他现在 他现在举有一人以刀害火 那就是换戒 就是换戒 要拿刀子来杀火 那这样必然是 犯五逆 五逆罪 那是换戒 另外有一个人啊 对不对 持沾谈香屠佛 就是拿赞谈香 供养什么 供养佛 那这样的人呢 不但是持戒 而且值得我们赞叹 那各位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个换戒 那现在一个持戒 故意问这个问题 故意问这个问题 那对啊 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常 所心中所矛盾的问题 各位比如说一个恩人 一个仇人 对不对 你如何平等对待他呢 那一个做错事 一个做对事 那你又如何对待他呢 一尊是佛 一尊是魔 但是你又如何对待他呢 各位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矛盾 那我们如果去化解 心中的矛盾 各位 那这个 这个就是你的功夫 你不但呢 对不对 要有智慧 能够贯穿不二 你还要有慈悲 平等对待 那之后 我们内心就有矛盾 世间的现象就有差别 所以这样的例子 各位大家要知道 己意呢 对 你要能够 知识知白 在读佛经 任何的一段 你只要读一段 你就应该知道 很多东西都是矛盾的 你怎么去拼得 各位就好像说 对 你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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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越修越差 那跟你 对 越修越好 两个又是矛盾 那你会不会因为说 对 你越修越差 而痛苦呢 你会不会因为说 你越修越好 感觉到快乐呢 好 那那诸位 那这样的 这样的矛盾 这样的内心世界 对 在你的心中 它 它不断的会产生 但是你又如何平等呢 各位 假设你不平等 你又如何不娶不舍 假设你没有平等 对 那 那你一定会掉入取舍 所以记得 记得说呢 佛 以此二 若生 等心 意思就是说 假设这两个人 假设你是平等 对待这两个人 好 那云和 护眼 当自 毁尽 那那你怎么说呢 对 做错事情 就应当什么 应当告诫他呢 对 或是 或是 或是应当 处罚他 处置他呢 如果两个是平等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 对 你为什么要 要这样讲呢 那 各位 赞叹的不用说啦 对 那处罚的 如果是平等啊 赞叹两个都应该赞叹 如果是平等啊 处罚两个什么 都应当处罚 所以最后讲说 若自 毁尽 也就是说 如果你针对啦 那个换 换错的 有没有 来专门 来 来处罚他 誓言则失啊 那你之前所讲的话 有没有 就有所偏差 也就是说 这样是不公平的 这样佛 你并没有平等心 来对待 你不是讲说 要对待众生 如 柔和柔吗 不论众生 他怎么样 对不对 不论众生 他怎么做 你都会平等心 来对待他 这个各位 你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说 如果你们以鸡蛋里面挑骨头 你们还不及那些大菩萨 各位你说 对不对 我们平常在聊天 你做人家乙病 有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吧 但是 但是 但是各位 但是并不是 并不是菩萨 对 要故意 对 去跟佛唱缓调 或是故意去找麻烦 而是菩萨问的问题 就是众生内在的疑惑 各位 菩萨问的问题 就是众生内在的疑惑 各位 我们内在有很多的疑惑 我们自己不问 菩萨替我们问 或是说我们没有智慧问 菩萨替我们问 或是我们观照能力呢 不够 因为你察觉不出你的潜意识 你察觉不出你的内心世界 所以菩萨替我们问 就像今天同学问了 就像今天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有一些人退休 宁可拿到你买一块地 然后自己种种菜啦 对不对 来 来过他晚年的生活 然后这样 这样就叫享受他的 他的晚年 那 那 那那那诸位 那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好吧 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还是他只不过是一个 环护 他只不过是一个欢呼 米其民 各位 米其民说他可以懂得享受人生 或是米其民看他可以过着清闲的生活 但事实上 但事实上那个退休的人也 有没有探讨他的内心世界 各位我们一般人 我们一般人一般都只做到说什么 我们情义是一般都只做到一种概念 我只要不不害人就好 诸位 你观察你的内心世界 我们的内心世界是不是几乎常常自我要求到这样的水平 对还是不对 我只我只要没有害人 我几乎就可以叫做什么 好人 诸位 我跟你讲 你是不害人 但是你不是好人 但是问题我们心目中对这样的人总是觉得那些是好人 各位我真的很坦白跟你讲 你们每个人退休 每个人买一块地 或是每个人盖个农舍 然后自己种种菜 对不对 那这样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一定 那我再分析给各位听 那各位那为什么你会不知不觉觉得你是好人呢 对 因为你没有浪费生命 因为你没有浪费时间 因为你没有让你自己老人痴呆症 因为你还会轻易种菜 种完菜之后 你还会那对 将你种的菜那对 送给别人吃 对不对 所以那对 别人也很高兴 然后你也很欢喜 所以 你不知不觉觉得你是好人 但是 但是诸位 你种那几把菜 你杀死多少众生 来 把他投到大海 对 好 对 好事不如无事 这个不是叫你不要做好事 要注意听 好事不如服事 对不对 并不是代表 不是叫你不做事 而是什么 而是那对不对 菩萨以法 因无所助 行于不失 当时经常经如这段话吧 菩萨 对不对 菩萨以一切法 因无所助 行于不失 对不对 菩萨因离我相 人相 众人相 受者相 对不对 行一切善 金刚经有这段话吧 张老师 有哦 那各位 所以有时候我们大家不要呢 对 不要去 不要去误会 对不对 这个钱可以帮助很多的人 但是 但是如果这一笔钱让很多人迷思 我故意把这一笔钱丢掉 对 那个是当事者自己的判断 你了解我意思吗 这个公案并不代表每个人 对 都可以学习 各位公案是公案 并不代表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这个公案 就好像说那对 师傅把弟子的手指头砍掉 我可不可以这样学 我不可以这样学 好 各位 所以当事者才了解 好 对 那我刚才再把问题再拉回来 各位 我把问题拉回来 嗯 嗯 那各位 我们 你是 你是 可以做到不害人 但事实上你也没有做到利益人 各位 生命哦 生命的东西哦 你应该看怎么样去花灰 对 我活着不害人 但是我活着也并没有利益人 那姑且讲一句话 随眼 随眼是什么 对 你当要我利益的时候 我就利益你 这叫做随眼 各位 我现在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讲的是你的内心世界 各位 我们的内心世界 我们内心世界原则上是不害人 但是我们的内心世界 原则上也并没有愿意主动帮助别人 我们的内心世界 假设有愿意主动帮助别人 那就是菩提心 各位 这个你要查解你的内心世界 这个 这个别人 别人 别人给你点出来 跟你要查解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观照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够 所以菩萨替我们问 或是说我们本身有所疑惑 菩萨替我们问 或是说我们认为说 那对 这个佛这样做 那就视为不分 或是这样真的是不公平 所以菩萨替我们问 所以菩萨问我们的问题 还刁钻 对 比我们更刁钻 所以 所以诸位 我们要知道菩萨 他到底是怎么问 那你接着你看 佛怎么回答 佛告 加色菩萨 善男子 譬如国王大臣宰相 产益诸子 颜貌端正 聪明辖会 现在佛回答 加色菩萨 他说 譬如国王大臣宰相 各位 这代表诸佛菩萨 这是辟诸佛菩萨的意思 产益诸子 批诸说 教化众生 批诸教化众生 那你看 颜貌端正 你在旁边写四个字 戒能黄色 戒力的戒 能黄子色 色受想其事的色 戒能黄色 聪明辖会 旁边写四个字 定会 黄心 定会 可以防 防止心 各位这是个P 好 我们现在讲 颜貌端正 就是代表 色身 好 或是我们说外表 你孩子长得很漂亮 男孩子长得很英俊 那诸位 那色不迷人 人字迷 你看到别人的外表 你就被迷惑了 你就很容易被迷惑了 所以说戒能黄色 你持戒 能够防止你 对不对 去贪着这样的色相 那聪明辖会 眼上就是聪明智慧的意思 那诸位 那 那定会防心 心假设没有定跟会 你的心 对不对 色不迷人 人字迷 各位迷的是心 各位迷的是心 对 是你心迷 你心为什么会迷 因为你心没有定 没有会 所以你会迷 心没有定力 心没有智慧 对 不能够去贯穿啊 对不对 这个美丑 本身是引起信空 不能够去贯穿 所以你自然就会迷 那各位 那现在 现在这一段 应该很清楚的 得佛用一个假设 就是呢 不论这些国王 大臣 各位 我们都知道 一些国王大臣 对他的 子女的教育 特别什么 祖宗 各位就像我们所讲 一个 一个 有钱 有势的人 对他的孩子 对不对 都会刻意去什么 去栽培 刻意去栽培 那你看 若二 三 四 江户 言诗 各位 言诗 画起来 那前面那个 国王大臣 宰相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 他们是 言父 又可以叫做 慈父 那些国王大臣 宰相 就是诸侯菩萨 诸侯菩萨 事实上 他们又是 言父 又叫做慈父 好 也就是说 那对 他们所生的孩子 若二 若三 若四 讲的就是 四众弟子 比丘 比丘尼 幽婆舍 幽婆尼 就是诸侯菩萨 教这些 四众弟子 的意思 这是 若二 若三 若四 就是 四众弟子 的意思 那现在 各位 那现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些国王大臣 为了栽培 他的子女 所以将他的子女 对 交给一个 对 相当 对 相当 有道德 有学 学问 很严格的 老师 交给这样的老师 教 各位就好像以前 我们交给师储 你想交给这样的老师 教吗 交给这样的老师 教 那为什么要交给 言师呢 这样才能够出高徒 为什么要交给言师呢 这样孩子以后才会有成就 那诸位 你们修行呢 你们也应该交给言师啊 让言师来教你啊 你以后才能够 对 修道有成啊 不然你已经修道无成 好 各位你已经修道无成 接着跟言师这样讲 而而作试言 均可为我交哨诸子 威以礼节 记忆 书书 绩效 算数 悉令成就 诸位 原则上该教的都要什么 都要教啦 好 各位该教的都要教 不但那是文 或是无 不断啦 是内圣 还是外往 各位都要教 各位这些都要教 因为你要培养他 所以这些你都要教 那诸位 那这六个呢 这六个就好像说啦 诸位 你不但啦 对 要修慈戒啦 布施啦 忍辱啦 禅定啦 波勒啦 你什么都要学 就像啦 对 这六项就好像六波勒一样 对 你都要有所 你都要有所精进 你才能够有所成就 我今世子呢 就今受血 假使三子 殡葬而始 已有一子 必当苦智 要而令成就 各位你要注意这句话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一般父亲做得到吗 做不到 对 各位 这个我 这个我指的就是 国王大神宅相 这个 这个我指的就是 诸佛菩萨 各位你不是真正 为你的孩子好吗 诸位 就好像哦 佛要为众生好 对 那既然就要为众生好 那 那你就要去 你就要去跟严师学 各位有时候 师傅会介绍他的徒弟 跟另外一个师傅学 有时候父母亲 对 有时候有的父母亲当老师 他会介绍他的子女 给另外一个老师教 各位这样的案例很多 我相信你们自己当老师的 应该也是有这样 很多 但是你现在注意看 假使三子 病障 病障 这两个字画起来 各位 现在 现在 有四个 四个人 各位有三子 病 病就是执着 各位众生的病 众生有执着的病 众生有妄想的病 众生有分别的病 众生呢 有贪嗔痴的病 众生有我执 我贱 我慢 自私自利的病 这是众生的病 各位 各位用三子病 这个三也代表多 对 多数的众生都得这种病 各位 那众生得这样的病 各位 要仗 那个仗 就是要打 那个仗 就是要治 那个仗 就是要处划 要一棒 打醒 梦中人 要惩戒 各位 要惩戒众生的病 要惩戒众生的病 但是有的众生 勘打 有的众生不勘打 不勘打 就被打死了 而死 你看 而死 你看 你被打死了 各位 你看 各位 因为我们现在来讲 我不要说打 我们用骂的就好了 各位 根本不用 根本不用把你打走 用骂就把你什么 骂走 根本不用 根本不用骂你走 只要不理你 你就会什么 你就会走 对不对 各位 现在的学生 需要用骂的才会走吗 应该不需要吧 只要是不理你 你就会走了 对不对 师父 如果没有关心你 你就会走 那 那 那 各位 但是师父 没有认同你 你就走 那你看 已有一子 必当苦字 苦字画起来 各位这个 各位这个苦字指的 指的是老师 还是学生 真的 真的是 是老师 是老师 学生 你们 大家 也稍微 合作 老师 老师 各位 老师苦 就是苦口婆心 各位 这个老师 就是言师 这个言师 要苦口婆心 各位要苦口婆心 这个字 就是救治 各位 苦口婆心 来救治 各位 能救的 能教的 对 一定要苦口婆心 的去教 各位 所以 苦治 要令 成就 各位 佛经的 批 有时候 都让我们 觉得说 好像是 现实的 现实的人生 好像是不太 什么 不太可能 对不对 各位 有时候 有时候佛经的 表现的方式 好像是这个样子 各位 我们现在 不需要去谈说 有没有 这件事情 而是你要明白 这里面的PE 这是个PE 对不对 这是个PE PE说 PE说 这个慈父 他为什么叫做慈父 他真的为孩子好 言师 他为什么叫做 叫做言师 对 因为他会苦治 这一切的众生 各位 他会苦治 但是各位 我举个例子 给各位听 当慈父 难不难 当言师 难不难 你想当慈父 还当言师 我们内在的众生 都是 怯懦的 你要相信吗 各位 你对你们执拟 其实你感到这么多 我相信你也是没疲调 对还是不对 对还是不对 但是各位 你为什么没有承担呢 你为什么不敢对你 你为什么不敢对你 执拟这个样子呢 各位你的内在 你的内在 有时候会不会害怕 你的内在 对表面上是 表面上是 当父母的表面上 是害怕子女 当老师的 表面上是害怕学生 世上是害怕众生 众生可以像你这样教吗 各位众生可以像你这样教吗 但是你想要这样教 假设 假设你没有绝对的功夫 你是教不来的 对不对 各位你是教不来的 比如说有一些禅师 可以降服土毁 可以降服恶人 并不代表你就有能力什么 对不对 降服那 那些的土毁 各位你看 所以我们内在有时候还是会逃避 怎么逃避你知道吗 我真的要跟你教 但是你教不来 对 一种 一种是我不想教你 不想教你 那个是老师有嗔恨 对 一种是老师有恐惧 他不敢教你 他怕你 怕你打他 有没有 各位你们在学校的老师 你们以前被学生打过举手 但是你们同事应该有被学生打过吧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吧 常常都叫做看部队 对不对 我们那个年代都也是看部队 这个年代不知道是怎么打 我就不知道了 那各位 那你看 对 学生都会打老师了 难道 子女不会打父母吗 那之位 那为什么老师教到最后不敢教学生 为什么父母教到最后不敢教子女 为什么 各位我们内在不是称恨 放弃 就是我们会害怕 我们才会怕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反而会怕 所以之位 对 所以我们 我们的内在是有很多的障碍的 对 所以为什么说要自人有 各位有智慧 你才能够启发他 有慈悲 你才能够不放弃他 有勇气 你才能够降无他 有勇 你还要对他有勇气 我们一般人是对他没有勇气 所以各位 所以我说 慈悟也好 言诗也好 对不对 各位我们一般人 一般人 没有纪别这样的条件 各位我们一般人 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各位 假设 假设你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当你说无所畏惧的时候 世上 世上你会产生一股 对 让人家 对 折射的力量 对 你会有一股那样的 那样的一个力量 各位你看那个 今天跟同学在 在聊 他说雕刻 他说雕刻 其实很多人喜欢雕达摩 各位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雕达摩 各位你看达摩 对 达摩有 有没有一股 一股威严 有没有 有呢 各位 各位 你在 你在 你在慈祥当中 对 又能够有一股 一股威严 你在威严当中 对 又有一种慈祥 实在是很困难 我们 我们只要是 我们只要是 我们只要学一边 都学不到 对 你专门要学威严 对 都学不到 你专门要学慈祥 你都学不到 对 那为什么 因为众生完全不一样 对 有的众生 对 你要以慈待他 有的众生 你还要对想办法 去折服他 对 让他怕你 对 所以各位 所以 所以这样的 这样的角色 我们从慈父跟 跟严师的角色 各位 你不要 不要说他们好当 他真的是 是很难当 所以 各位 所以我们一般人 只做到什么程度 我很坦白跟你讲 我们一般人 只做到什么程度呢 会加 就给你加 不加 就顺其自然 主要这样 不够出 你知道吗 行义你当过老师 对吧 是不是会加 会加 你就尽量加 加 如果不加 就顺其自然 是来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那各位 你们现在要我 要加就加 不加就加 就顺其自然 是来 对 师父你不要对我们畏惧 对 你就保命 病葬而始 说我死 各位 但事实上 事实上可以这个样子吗 你是我 是大家 你可以这个样子吗 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在探讨 很多的东西 事实上 各位 有的东西 有的东西 跟各位讲得太清楚 有时候 你们会误会我的话 各位 你们误会我的话 什么话 你知道吗 你们会越听 越没有信心 各位 如果我讲课 让你没有信心 一定是我的错 法师讲法 让别人没有信心 这个法师呢 有莫大的罪过 对 这一定是我的罪过 法师讲法 就是要让别人有信心 但是各位 但是你有 但是你有想过吗 各位 你虽然 你虽然 没有正式上课 但是有时候 你为人家讲话 你到底呢 讲的话 给别人是有信心 还是没有信心 你观察过吗 如果你跟朋友在讲话 你讲的话是带给 听的人没有信心 各位 你这样的讲话 你也有罪过 你知道吗 意思是说 有死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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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抵抗你 没有自己要死 我怎么办 不是说 要说 要说 不是说 要说 这是个P而已 意思是说 父母的 父母完全受钱于 老师 相信老师 相信老师 你们现在 不要相信父母 父母要跟你说 都骗你 你跟他说 香港的 明天才欢迎 就给你告 那各位 各位这是什么 对不对 你看哦 你看一个父亲 这样交代 一个老师 这样对 原格的遵行 你不觉得 这两个人 对 假设 假设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绝对的 悲心 他们两个做不到 各位我告诉你 他们两个都做不到 这叫慈悲 你知道吗 这真的是大慈大悲 我跟你说 假的来 我就在假 如果假不来 就算 这叫做 没自卑 各位 我们大家 做个老师的人 你有假 假不来 在你 那叫做 没自卑 你知 我知 大家知 那是没有慈悲 为什么 因为你就想说 你自己也没活动 对 没活动 就是没知悲 既没有慈悲 又没有智慧 对 我虽然描割 但是我一定要导正你 又没有勇气 又没有勇气 智能勇 三个都没有 我坦白跟你讲 那所以各位 所以你今天 各位你今天 要思考一个问题 你今天要思考 一个什么问题 对 也意思就是说 也意思就是说 你希望 你希望遇到一个 好的老师 但是 但是这个好的老师 常常会跟言师 连在什么 连在一起 各位 很少 好的老师 有没有 对 他是不演的 很少 各位 你生命当中 你回想一下 你心目中的好的老师 绝大部分都是什么 都是演的 很少说好的老师 不严格 一般不严格的老师 那个老师都不怎么样 对 那个老师 就是我刚才所讲 刚才所讲的 我会来 我会教 教不来 就在你 那就是在你 所以各位 所以 所以 我们自己当老师 或是说法者 自己要知道 哪里要突破 哪里不足 各位 哪里要不足 但是各位 但是你要学习 你要当个好的学生 你自己 你自己 你应该要知道 你一定 要面临 很严格的考验 你今天才会成就 那天同学讲说 师父修行 很苦 我说 我认同你的话 我说修行很苦 但是我补充一句话 不修也苦 你今天为什么来修行 就是因为你没有修行之前是苦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才来修行 不然你干嘛来修行 你以前就很快乐 你干嘛来修行 所以修也苦 不修也苦 我说我认同你的话 为什么 因为要苦尽甘来 各位 那修行到底是哪里苦 修行不是盘腿苦 修行也不是说念佛 两个少生苦 修行也不是脑袋把经典背起来苦 修行是跟你的习气 违逆 是你跟你的习气 是完全背道而耻的 这样在哭 这样对吗 是哭在这里 不哭在这里 修行哭是哭在这里 自己的内在 会苦在这里 苦在哪里 不是说在那里 不是说在那里是多难苦 不是这样 对 也不是说读多少书苦 诸会举个例子 我们就很喜欢五一六成 但是又要叫我们 对不对 不贪爱五一六成 我们就很喜欢晃纵自己 对 然后又叫我们 不要随着自己的一个习气 对 那我们又喜欢胡思乱想 但是又要叫我们 去修禅定 那各位 在这里苦 所以如果你能够化解了 那就以苦为 那从此就不一样了 从此呢 修行是快乐的 所以各位 所以别人讲某些的话 我们不见得要否认 各位我们可以认同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过关之前是苦的 因为你会不断的抗衡挣扎 抗衡挣扎 抗衡挣扎 各位我举个例子 各位举个例子 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当 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当凡夫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因为他不用付出 因为假设他要当觉者 他要当菩萨 他要付出 对不对 所以他不愿意付出 各位 因为不愿意付出 所以想当一个平缓的人 各位 我们生命当中 各位 我们大部分的人 就是不愿意付出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对不对 我只过我的生活就好了 这就不愿意付出 我们的情意是 就是不愿意付出 各位你在家里面读佛经 你还是不愿意付出 你宁可在家里面读佛经 你也不愿意去当义工 你宁可在家里面打众 你也不愿意去当法工 你宁可抄经 你也不愿意到寺庙去扫地 你宁可 坐在佛堂拜佛 你也不愿意到厨房 煮患 各位 我们的情意是就只有一个 我们不愿意付出 那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付出 因为我们的习气 不习惯付出 这个就是我们内在的习气 那现在叫你行菩萨道 对不对 现在叫你 叫你对 不要随着你的习气走 你会疼苦 你做不苦 你不用共做 不过你做不苦 你也知道 对 所以这样会苦 那各位一样 所以当老师要苦字 当学生要苦学 当你一个苦字 一个苦学 我已经讲过了 我不否认那是苦 但是之所以苦 那是因为过程 因为你没有过关 但是之所以 但在修 现在修行 现在各位 我再把一个问题 再绕回来 要跟各位分享 请各位不要把所有的问题 都怪罪修行 各位现在 各位现在不是修行这件苦 大家不要 不要 不要把矛头都指向修行 而是天下 所有一件事 而是天下 所有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你要有所成就 你必然就会面临到障碍 对还是不对 所以你们不要把矛头 都指向修行 你要成为一个有名的书法家 对不对 你也一定要面临 他你一定有障碍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一样 不是只有修行 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 大家要明白 那一切法必然都有障碍 只要你想要深入 注意 只要你想要深入 他一定会产生障碍 所以各位 所以 对不对 你要很 很清楚的看到 一切法都是如是 不是只有修行 所以 所以不要觉得说 修行比较不一样 你这样反而 才能够平等看待修行 各位平等看待修行 那刚才有一段话 我还没讲完 也就是说 诸位 所以呢 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人 讲话要给学生有信心 然后当朋友的人 讲话也要给朋友有信心 当父母的 当父母的人 讲话也要给子女有信心 当老板的人 也要讲话 让员工有信心 但是诸位 但是诸位 你扪心 问问看你自己 在你生命当中 你讲 你讲话 你讲十件事 或是十句话 给别人听 你到底呢 有几句是 给别人有信心的话 事实上 你缓冠一下 很多都是 不知不觉的 让别人很没有信心 对不对 你有时候都不知不觉 打击到别人的信心 这是不善 不善讲话 这也是你当还行的地方 所以各位 所以 所以我也常常 还行我自己 对 我在上课 到底 我讲话 让你有没有信心 但是我观察过 我观察过 很多同学 听完我的课之后 是越没有信心的 我常听同学 这样跟我讲 我已经听过很多人 这样跟我讲 很多人 所以各位 所以 所以从今之后 我会注意 我上课 要让你有信心 而不是我上课 要让你没有信心 对 这个有违背 我讲话 再来第二点 但是你讲 你讲话 让人家有信心 但是问题 对方能够撑多久 各位 对方常常只撑 三天 一个礼拜 有没有 他信心 又挖解了 所以诸位 你应该学习 第二门功课 第一门功课 就是说 你如何讲话 让人家有信心 第二门功课 是什么 对方的信心 只能够 支持多久 他马上就没信心 他 他一下子 信心又没有了 各位 为什么 我们两位 这个样子呢 诸位 你给他 有信心 这个信心 他之所以不能长久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 你没有启发他 你没有开启 他的真正的智慧 所以你没有 开启他真正的智慧 他的信心 是短暂的 他一下子 他的信心 就会消失 为什么 因为 他并没有智慧 或是他并没有正见 所以他很容易 遇到境界 或是自己呢 再打个妄想 就会被自己打败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 你要学的 我讲话 给他有信心 但是 他信心 是不长久的 对 那你如何 你如何去启发他呢 各位平安心讲 这两点都很困难 光是第一点 你要让他有信心 就什么 就很困难 那各位 但是你不要以为说 对 这是我的事 各位 这也是你的事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为人父母 除非你不想当个什么 当个慈父言师 对 那我就没法度 你自己怕 会听到 不听 我就习 那我就没法度 各位 那是你当父母亲的态度 你如果不合 你就顺其自然 那就是你的态度 你这个背部的态度 这个老师 如果不合 就是这个老师的态度 这个主观 如果不合 就是这个主观的态度 各位 那就是你的内心的态度 哦